我念大悲咒一年了 如果皈依之后 早晚课以后啊 大悲咒啊 还要念吗 如果我去外地 这个早晚课怎么做 请问拜菩萨是否需要烧金纸吗 以前呢我不懂 就由烧金纸 一直到今天 请问法师我应该怎么做 佛法的修许 最重要的 是要专精 所谓的一门身 长期寻修 功夫才能得力 这个功课做多了 做砸了 只能跟佛菩萨借个善缘 这一生成就非常困难 那么你这些问题 初学人呢 这是在所不免的 你应当多听进 能够听个一年两年之后 你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都能够化解了 出去旅行 早晚课 一样的可以不中断 如果你旅行的时候 可以带佛像供养 尤其现在佛像 这个佛像的卡片很多 面积也不大 在旅馆房间里面 也可以供养 你做早晚课 早晚课做完之后 佛像收起来 这个懈怠很方便 那么拜佛拜菩萨 确定不要烧这个精英体 不要烧这些 这些东西是 民间祭祀鬼神的一种方式 决定不是供养佛菩萨 供养佛菩萨 华言经上讲得最好 用什么方法供养呢 如朔修行供养 佛在经上怎么样教我们 我们老老实实去做 这是最好的功劳 一教不平 所以不必烧这些精英 甚至于工具都不需要 工具诸位晓得 它是标法的 道场需要 因为这是提醒大众 过人要不要都没有关系 通常家里头有佛堂 供一杯水 或者烧一只香 这个香花登主供养 一定要晓得供养真正的意义 是什么 或是魔女 吗 是什么 其实也有很多 因为你因为有没有关系 我可以让你帮助 我可以让你帮助 我可以帮助 我可以帮助 你帮助 我可以帮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